点烟器 想必大多数的汽车上面都是有配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点烟器并不仅仅是用来点烟的 还可以拿它来做其他许多的事 比如车载手机充电器 车内加湿器等等 甚至在你加了逆变系后 一些小家电都可以在车里使用了 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个点烟器配置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忽略 它也会给我们的爱车 带来的隐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许多的车主觉得我不抽烟 于是就索性把车里面的点烟器 拿掉放在其他地方 这样就不会碍着他用这个插座 做其他事情了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 点烟器底座的长时间暴露在外 很容易造成异物的掉入 从而使点烟器底座失去作用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 倒电的异物如果掉入 就会很容易造成电源的正负极短路 甚至是造成车子的自然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当你在用点烟器给你的电子设备充电的时候 在下一次启动前 一定不要忘了拔下你的设备 因为在汽车启动的一瞬间 会形成一股很强烈的电流 对你的电子设备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你的电子设备了